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这段时间呢 您可以从您的Advantage HMO计划转换到Supplement计划 又或者说您想要从Supplement计划转换到HMO Advantage计划 还有如果说您今年的药保险突然涨价 或者说有突然拿不到药这样的情况 都需要在这个投保开放期间赶紧来抓紧做转换咯 那我们听到一些长辈朋友说呢 其实在HMO Advantage计划上他们对于今年不是很满意 但他们听到明年好像会有更多福利 那么到底有哪些新的福利呢 那长者朋友们要注意了 明年2022年很多保险公司有推出新的 HMO Advantage福利计划内容 那不仅是可以实现零保费 而且更有Part B125元的退款 那除此之外呢 更是含有其他额外的福利内容 例如说像配眼镜 听力检查 牙齿健保 还有健身房等福利哦 那如果您要是选择加入Advantage HMO计划 那处方药保险也是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所以您无需再单独购买 那买一个Advantage HMO计划就全都有了 那么还有一些呢 刚满65岁的年长者 他们表示呢 想要申请 不过涉案局并没有开门 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因为疫情期间呢 涉案局是没有在对外开放 那么长者朋友们还是要记得 按时去申请红蓝卡 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去申请 那首先来讲呢 您可以拨打涉案局的电话是 800-772-1213 那这个电话打给涉案局部门去申请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您可以通过涉案局的网站去申请 那其实咱们涉案局呢 也是比较支持通过网上去申请的 如果您的条件一切都符合 在网上填申请表也是比较便捷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有一些情况 网上填申请表无法通过的话 您还是需要打电话给涉案局去申请 那么在申请期间呢 您可能需要先准备好以下这些文件 例如说您是公民或者绿卡 那么就要准备好您的公民纸或者是绿卡 还有以及您的涉案卡 以及驾照这些文件 那这边要提醒即将要满65岁的长者朋友们 您的初始注册日期是您生日的前三个月开始 生日当月和生日后三个月 那请记得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去注册您的红兰卡 除非说您有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而且是20人以上 否则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而选择延迟去注册 那么将会有终身性的罚款产生 如果说您要是对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拨打我们华星保险的热线电话 那么还有一些长辈朋友呢 他们刚满65岁 不过还不是很清楚联邦红兰卡的承保范围 这边可以为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吗 其实红兰卡的派A住院保险呢 它其实主要承保的内容是住院治疗 专业护理还有临终关怀这些服务 那红兰卡派A部分就是这个保费 是如果说您工作已经有10年 并且已经获得40个工作祭典 那么这个部分呢 是政府免费提供给咱们的 也就是无需再支付任何保费 那PARB呢 其实是门诊保险 那主要承保的内容呢 是医生诊所就医 各类诊断化验 外科门诊手术 以及耐用器具这一些 那PARB的保费和PARA是不一样的 那PARA是如果您只要有40个工作祭典 那么就是政府免费提供 那PARB的保费呢 是每个人都需要按月支付的 那这个保费呢 是根据您两年前的 报学收入来决定 那像2021年一个基础的保费就是148块5毛钱 那PARC呢 其实是一个补足计划 它已经涵盖了PARA部分 PARB部分 同时它还已经涵盖了处方药保险 因为咱们的传统联邦红兰卡 只cover医疗费用的80% 那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买一个 PARC的补足计划 那么就是有所有的保险内容都在里面 那PARD呢 其实是处方药保险 它的保费主要是根据您每月吃的 慢性病的药来决定的 那值得注意的是 PARD一定要按时支付购买 如果没有的话 也是会有终身的罚金产生的 好的 谢谢Wenny 观众朋友Wenny 今天特别在联邦红兰卡开放投保期部分 要注意哪些事 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这边也提醒一下 HMO Advantage计划 明年度还会有更多更好的福利 那么观众朋友如何选择 欢迎您找一个合格而且专业的保险经济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好奇人有专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